我是高宥斯,一位在中国生活很多年的外国博主,也是自媒体集团,外国人研究社会的创始人。 去年十月份,我到了武汉,我没有任何策划,只想在路上走一走,采访当地市民。 我想用24小时的记录,最真实的体验,然后发到海外平台上,给大家看看真实的武汉。 关于武汉,在海外内有了普通的声音,2020年的武汉,成为了全球日子。 到了2020年11月份,很多外国人依旧以为武汉人都在过一个恐惧的生活,有人不相信经济真的恢复了。 我看到这些新闻和评论,让我心里感到不安,我就决定自己去一趟武汉,亲自看看,给世界看武汉是什么样子。 我发现,这种随意有见识的记录,被很多外国青年们喜欢。 他们比较少看电视节目,或者新闻类节目,而更加想看普通人在记录自己的生活。 对这样的海外观众来看,这是最接地气的。 所以,我就这么做了,我采访了街头的外卖小哥,数次司机,路过的医护人员,开每家店的小姐姐等等。 每个人都为武汉的重生,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 他们非常地团结又坚强,乐观面对生活,相信国家,相信政府。 我听着十分感动。 在同样的期间里,BBC的记者也到了武汉。 遗憾的是,他拍到的纪录片跟我有一定的差异,感觉他在故意的展现武汉的不好,而武汉人民的恐惧感。 我看了他们做出的纪录片,我心里很不舒服,怎么可能跟我看到的武汉完全不一样呢? 所以,我决定,在海外,用视频的方式,大力地冲击BBC,故意抹黑行为。 后来,今年2月份,我又出来自武汉,出国全节,并采访了20个在武汉生活的外博朋友们。 他们对武汉的热爱是非常地深,把武汉成为第二部下,英雄城市。 他们说,在最艰难时期,武汉人与人之间的帮助,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的习伤和无私帮忙,感动了他们,也让他们感到中国有多么安全。 我在武汉拍的视频就发在海外了,并获得了超过500万的观看量,也被官方讨论。 视频下面的评论区,有很多外博人说,哇,第一次看到武汉什么样子? 或者,武汉看起来,又美丽又年轻的地方,等等优好的评论。 我希望我以这种形式的视频拍摄,能够改变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。 想了解和体验中国,不能总是以有趣和好玩的方式。 所以,这几年,我们研究进行了从有趣到有深度的转变。